盘手梁勇 今天是2019年12月19号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天的大盘 今天大盘总体维持在3020点位置上下窄幅波动 今天和昨天一样 依然是全正股走的比较弱 而个股表现比较好 个股就是这个黄线算术平均法 那么说明今天厂内的大部分小盘个股表现是比较好的 而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全正股短期了迎来一轮调整 那么我们关注调整之后 全正股是否能继续上行 引领指数向上走一走 那么今天消息面上面总体来说比较平淡 所以我们更要侧重看技术面 技术面方面上证指数经历了长期的上涨之后 有了两天的一个调整 今天说了一个小的十字心 总体来说指数在这里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调整 那么我们关注明天指数能不能短期走好 特别是前期上涨比较多的 全正股近期有了一定的调整 那么上方的空间就逐渐的打开了 我们关注银行保险等板块是否能引领大盘向上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一些题材股 特别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滞涨股 今天表现比较好 那么我们关注这些板块 后期能不能继续向上走一走 而且我们知道整个滞涨股的话 涨幅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上方的空间总体来说是比较大的 市场短期在高位位置震荡之后将会再次选择方向 那么选择方向的话我们主要看资金面 年底的资金面是否能够充裕 我们看今天有一个消息 就是有个2800亿的中期借贷便利投放 短期对于资金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么后期我们看资金市场缓解之后 指数能不能继续向上 但是总的来说 滞涨股的机会还是要更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指数 MACD红柱 这里显示一个走平 那么短期的话 日线级别还是属于一个多头占优 60分钟属于个走弱空头占优 30分钟属于逐渐 现在一个尾盘的时候有个拉伸 那么属于逐渐走强 这个是多头占优 所以我们看明天早上的前一个小时非常重要 最好能拉上去 让60分钟也走好 这样日线级别也走好 能够大概率向上 如果明天早上第一个小时就走弱的话 那么后期的市场大概率会比较难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风险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 板块方面 今天涨幅之前的主要是空气 空热煤炭医药旅游等这些前期滞涨的板块 特别是煤炭板块的前期涨幅特别有限 那么总体来这一轮算是一个补涨 特别是场外资金的话 进入市场的话 大概率会选择一些没有怎么上涨的板块 进行一个投资 包括我们看到近期特高压充电桩的表现 也是比较不错 总体来说 后期如果有新的板块 能够带领大盘的话 大盘向上的空间依然是有的 那么跌幅方面 主要是大科技的半导体为代表的 证券为代表的大金融 总体来说 在前期涨幅比较大的板块都冲高欲阻 那么我们说到冲高欲阻 后期的话 这里大概率会进行一个消化 消化之后才能继续向上 短期的话 并不具备反弹的机会 另外我们知道半导体证券等这些板块当中 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 获利盘在这里大概率会进行一个调仓 也就是说 从涨幅比较大的个股当中调整到一些涨幅 比较小的个股 所以总体指数 未来两天不具备大跌的风险 但是一些滞涨板块的话 依然是有机会 包括一些在低位红盘时间比较长的滞涨股 那么机会的话更大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盘 我是盘手良友 喜欢的话